黑夜裡臺中老屋倒塌現場 搜救隊員加快速度 徒手挖掘鑽瓦石塊 事發超過十二小時後 終於救出第二名受困的無性工人 這起房屋倒塌意外 就發生在三十號早上十點多 臺中臺灣大道一棟兩層樓房 當時四名工人正在進行空屋拆除作業 疑似地基不穩 導致隔壁的老房子倒塌 因此除了挖土機駕駛順利逃生 另外三名工人都被瓦礫堆壓住 儘管事發第一時間挖土機駕駛 衝到瓦礫堆上 徒手努力搬開大石塊 想要揍出被卡在牆面 跟瓦礫堆之間的蔡信工人 但是因為蔡信工人的撒半身 被土石壓住一時無法揍出 至於另外兩名工人 則是已經被土石埋沒 重難人員抵達現場後 先揍出卡在牆面的蔡信工人 但送醫後仍然傷重不治 其他受困工人的家屬 則是守在現場寸步不離 全姓工人的弟弟情緒激動 一度要闖過封鎖線 因為當時除了掛心被土石埋住的哥哥 也憂心陪哥哥一起待在工地的 96歲阿嬤 所幸房屋倒塌當時 並未波及阿嬤所在的收入車 最後一名受困者鎖在位置已經確認 但因為現場地基不穩 加上地下水滲出 必須動用抽水馬達 先將積水抽出 才可以加快救援進度 希望可以從死生手裡 救回受困者的寶貴性命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